明日之后未解之谜 在明日之后的世界里 有着这样一块还并未开放之地 南印洲 那里曾是人类居住的旧文明世界 可是在那里却发生了一场未知的灾难 导致了这场世界末日 但是当我们打开地图之后会发现 在南印洲上有着这样一块去黑的大坑 这个大坑的巨大足以在地图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 很多人说这是原子弹的痕迹 那么你觉得这是什么呢 那么玩家是从哪里来的难民呢 从新手教程中我们坐着一辆卡车和队友在路上逃亡 途经西望谷的时候被感染者攻击导致车毁人亡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得知 西望谷的附近只有一条主干道 南通旧港北往雪林 而雪林往东通向的是帝国 那么如果我们是帝国的人 那根本没有必要逃亡 而雪林又是一块长期的境地 并且临近深渊 那么玩家有可能是来自旧港 但是旧港它就是大家熟知的自闭高校 而玩家进入自闭高校却没有什么特殊的剧情 那么你觉得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明日之后未解之谜 那么秋日森林的这个小猪佩佩 她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在秋日森林里一共有两个护送任务 一个是护送红衣女孩 另一个就是护送小猪佩佩 接这个迷路的小女孩我可以理解啊 那么在末日之下 粮食资源都如此的紧张 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量的精力 去护送一只猪走回营地呢 难道说这个小猪佩佩是快乐101 仅存的一只母猪吗 为什么联盟内会有协议区和交火区的区别呢 末日之下存活的两种主要形式 共同合作生存 以及掠夺他人的物资 如果说交火区就是中立区 或者是无隶属区域的话呢 那么应该是联盟与帝国教会之间争夺地盘的区域 可是现在的这个交火区都是隶属于联盟内部的 玩家和玩家之间在这互盖 那么现在的交火区又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 另外这样子意外的发现 明日之后内测的时候和公测的样子 简直是两副面孔 在正式服的剧情中 我们的阿列克谢我们谢叔 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 乐于帮助每一个人的大叔 但是在内测的时候 你怎么确定 你最好不要耍我 不要总想着骗着我跟你走 谢叔 公测之前你究竟经历了什么 被生活磨平棱角了吗 你是更喜欢公测的小奶狗谢叔 还是更喜欢内测的小野狗谢叔呢 记得在评论告诉这样子 在内测的剧情中不仅救下了玩家 还有一位女人 就是她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艳收 没错 她就是秋山光的小助理 相相同的模组 虽然长了一样的脸 但是不同名字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她也是帝国的人 我们可以得知 帝国确实是本次感染事件的参与者之一 而就在此时 我们的老朋友阿扎罗夫当场了 你们想知道老板的阿扎罗夫究竟长什么样子吗 关注箱子 下期告诉你哦 玩手游就看 哎呀球长